大家好,前几天录了一个视频,说中东这个地方快了乱起来了,因为美国的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了滞胀阶段 当然说的不是这个神经病啊,不是说这个脑子有问题的滞胀,而是生产停滞,通货膨胀 美国现在的通膨率达到4%几 譬如我们熟知的木材上涨了好几倍,从而带动了房价的上涨 包括油啊,对吧,包括玉米啊,等等都在上涨啊 同时美国超发的资金呢,进入了大宗商品领域 焦炭,煤,铁,钢材,小麦,玉米,大豆,等等 那么剩下的呢,美国就是要把油价推起来 其实过去啊,美国在中东打的战争 主要不能说是控制石油,而是说它要收割全世界之前 要把这个油价推高到顶点,譬如08年 对吧,美国在叙利亚那里呢,也搞了事情啊 奥巴马也在那搞了事情 那一段时间,全球油价也涨到很高啊 好像是12年还是13年左右吧 这个油价才下来的 那段时间的油价也是非常高的啊 那么把油价也推上去的话 这样的话呢,世界各个国家呀 就被动的被美国输入了通胀 因为任何国家你都要买这个粮食吧 要买石油吧 要买这个铜铁铅签等等 都是要买的 而且这些商品啊买的数量都是非常大的 对吧 虽然可能一斤钢啊不是很贵 但是哪个国家买钢材啊 买小麦买玉米 那都是几十万吨 甚至几百万吨的 对吧 这几百万吨下来 那个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数额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么美元呢作为全球的交易货币啊 那么国际各个国家都需要这个东西啊 所以你就要花大量的价格去买这些东西啊 呃 其实啊 当年啊 这个中东的我们熟知的啊 这个阿拉伯之春呢 就是 对吧 当时啊 08年经济危机之前 美国呢 把这个全球的物价给推高了 然后尤其是小麦价格变得很高啊 呃 中东的很多国家 譬如埃及等等 非常的依赖小麦啊 换大饼养活本国的人口 那小麦价格突然涨到很高 对吧 这个粮食呢 就开始紧缺呀 然后 呃 人们的生活支出 主要就要添饱肚子 那其他的支出都要缩减 再加上这个国家呀 要买这个铁呀 钢啊 要买日常的工业用品呢 价格也飙涨 外汇储备持续的外流 所以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动荡 所以呢 08年的这个阿拉伯之春呢 自然也就是必然的了 它都是08年经济危机的一个结果 呃 经济危机之后呢 对吧 这个很多国家都会社会动荡的啊 国内各个阶层啊 等等都非常的不满 失业率飙升 呃 美国也经历了几轮的经济危机啊 但是每一轮经济危机很快 它就会调整过来的 究其根本 对吧 就是把它内部的危机转移出去了 由外部的国家去承接 所以啊 对吧 这个以色列啊 和这个巴勒斯坦打起来呢 自然就是为了美国 现在戳破全世界的资产泡沫 进一步的提高油价 从而把美国国内的危机转移出去 拉开了这么一个序幕 我看国内的很多分析啊 对吧 这个内塔尼亚湖啊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啊 因为他要失去了阻隔权啊 等等啊 为了保住权位 所以发动战争啊 等等 这也许是一个原因 对吧 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啊 主要的原因呢 其实还是美国在背后操纵的 因为美国啊 要开始转嫁危机了 因为以色列啊 其实就是美国在中东 定的这么一个蝎子 以前我看过很多啊 吹以色列的文章 对吧 前几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打的多好多好 但是你要清楚 前几次中东战争啊 是建立在美国 包括欧洲啊 尤其是英国 对以色列全力支援 而对中东国家等等 进行大面积封锁 这个基础上才实现的啊 但这中东国家呢 这个军事啊 科技啊 发展的并不是那么好 那么以色列能够得到 大量的外部的支援啊 同时中东的这些国家呢 又都被美国给封锁住了 那以色列啊 就有天然的优势啊 呃 这个就不详细的说了吧 那么其实目前战争的情况 是比较惨烈的 看了很多的视频呢 对吧 譬如有大楼 轰一下子就被炸塌了啊 目前这个巴勒斯坦呢 已经死了60多人 受伤300多人 其中有很多都是孩子啊 都是平民 其实包括他炸的那个大楼啊 也是一个平民的大楼 也就是说以色列 其实是悍然的 对平民下手了 这背后对吧 有着非常强烈的人权的问题啊 这个一贯讲人权的西方国家 似乎对巴勒斯坦的人权 视而不见了 对吧 对这个中东穆斯林的人权 也视而不见了 其实在战争之前啊 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内 有很多的阿拉伯人的 有很多的穆斯林的 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土呢 本身啊 就是从巴勒斯坦 也包括约旦等等 这些地方呢 抢过来的 对吧 在1946年 巴勒斯坦的国土啊 其实是现在的 五六倍大啊 从1946年到今天啊 巴勒斯坦啊 已经失去了几乎五分之四的国土了 也就说 百分之七八十的国土已经没有了 对吧 这都哪儿去了呀 都被以色列给占领了吗 如果你说这不叫侵略 呃 那什么叫侵略呢 对吧 而且这一次啊 以色列啊 对吧 使用了杰姆炸弹啊 以45度角精准攻击 楼体最薄弱的部分 那楼体最薄弱的部分呢 这个飞行员啊 显然是 对吧 经过了精密计算的啊 呃 也许是在地面塔台上或者是指挥部门 对吧 会给飞行员 发这个信号的 你往哪个方向或者往哪个位置 去发射 啊 相关的炸弹等等啊 你就说呀 巴勒斯坦在以色列面前显然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外部的支援的话呀 仅靠巴勒斯坦 显然是对抗不了以色列的嘛 对吧 不管是经济上的科技上的啊 包括其实国土面积上的代差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啊 呃 事实上呢 在1978年 卡尔克总统总统的时候呢 这个埃及啊 以色列还有美国在戴维营签订了戴维营协议 这个戴维营协议是依据联合国242号和238号决议的基础上 达成的一项公正全面和平持久的 呃 中东冲突的这么一个解决的办法 因为当时埃及呢 还是中东的老大嘛 就规定这个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设立自治机构 取消以色列的军事统治机构 那么以色列呢 取消设在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的军事机构 对吧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啊 冲突的现在的主要呢 就是在这个加沙地带啊 其实当时的戴维营协议啊 都已经解决这些事情了 但是 对吧 呃 后续吧 冲突啊 屡屡都有啊 但是主要还是在川普时代 我们也知道川普是极其亲以色列的 因为他的女婿库什纳嘛 在川普的家庭当中啊 占有的话语权是非常多的 比如川普最爱的女儿伊万卡嫁给库什纳 对吧 这个伊万卡呀 就改宗了 改信了犹太教了等等 能让自己最爱的女儿去改成犹太人 去改宗了 可见啊 川普对这个犹太之亲啊 那么当时呢 那川普就提出了啊 呃 将这个争议的地带啊 等等主权归以色列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那么巴勒斯坦呢 成立巴勒斯坦国 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在耶路撒冷的郊区 叫做阿布迪斯 这个川普这个脑洞也够大的啊 让巴勒斯坦啊 在耶路撒冷的郊区建首都 然后以色列的首都在耶路撒冷 呵呵 你这个让巴勒斯坦怎么活呀 那么以色列那占领了城市 然后巴勒斯坦在郊区啊 一个小地方 当巴勒斯坦的首都 那巴勒斯坦完全在以色列的炮火覆盖之下 完全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 巴勒斯坦当然不同意了 当然以色列也不同意啊 以色列认为啊 川普的这个 这个方案啊 过于软弱了啊 当然这个主要说的是以色列的利库德集团啊 呃 其实现在啊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 就是利库德集团 利库德集团是以色列里面最右的 最极端的这个犹太主义的这一班人啊 他们的主张呢 对吧 是其实是非常非常极端的啊 呃 我不说利库德多极端 就是在利库德之外啊 以色列的一些政党呢 主张的是什么呢 是以色列全面占领巴勒斯坦 给巴勒斯坦人以以色列的国籍 但是不给他们投票权啊 如果巴勒斯坦人不同意的话 以色列花钱给他们送走 即便是这个方案呢 对吧 利库德集团也认为这是左的方案 这种方案还能左啊 哎呀 对吧 总之啊 就是你不够右 看谁都是左的啊 这个左右也是相对的嘛 这个已经够右的方案了啊 在内塔尼亚胡看来 还是非常的左啊 认为这个是亲巴勒斯坦的啊 这个左派的等等进行攻击 当然 呃 这个内塔尼亚胡啊 对吧 批判这个方案比较左 但是没有拿出他自己的方案来 我想他自己的方案呢 他不好意思讲的 对吧 全面占领巴勒斯坦啊 给巴勒斯坦人国籍 但是不给投票权 如果巴勒斯坦人不同意 就花钱给送走 这种方案 你居然能认为左 那我觉得他的 哎呀 这个方案呢 大概率啊 你要考虑一下 美国的印第安人吧 咔嚓 大概是这么一个方案 所以啊 他也不好讲啊 也没有真正的讲出来 啊 我觉得以色列的做法也是非常荒诞的啊 在二战之后啊 以色列利用希特勒 对犹太人的种种做法等等 搏进了眼球 转进了眼泪 获得了大量的同情 但是啊 呃 他在中东 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做法呢 对吧 其实实在是让人同情不起来呀 啊 我们抛开宗教啊 抛开一切的偏见啊 等等 单纯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看成两个国家 两个国家的领土变迁啊 包括对平民的做法呀 等等啊 这个以色列啊实在是让人同情不起来啊 这些做法是非常非常的过分的 当然以色列的存在在中东地区呢 也有一定的好处 就是可以团结什叶派 逊尼派 包括突厥人 不管是沙特呀 还是伊朗啊 还是土耳西啊 这三个中东比较大的国家矛盾很多 但是只要喊啊 对付以色列 把它从地图上抹掉 这三个国家呢 对吧 都能达成共识吧 至少没有人会反对这个方案的 所以以色列呢 也可以用来团结中东 但是毕竟有美国在那里嘛 这三个中东的大国呀 也搞不出什么动静来 当然这个白宫啊 就不演了 这个白宫的发言人呢 在昨天接受记者的 对吧 这个记者会啊 记者就问他这个事了 他居然谴责了哈马斯恐怖主义等等 啊这个事啊 我这昨天吧 还是前天啊 前天录了一个视频啊 这个情况就说了很清楚了 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日 对吧 那个呃 老城圣殿山那个地方啊 发生了一些的冲突 对吧 这里其实主要是这个极端利古德主义啊 在那里挑事情啊 当然每年都会有一些冲突的嘛 对吧 因为这个教派的冲突啊 在那个地方啊 三教都是圣地 尤其是那几个教堂啊 三教都是圣地 对吧 在这个特殊的宋教节日 总会有一些冲突 每年都有的啊 呃 然后以色列呢 对吧 就以此为借口 空袭了 这个巴勒斯坦 然后巴勒斯坦啊 作为报复 给他打了火箭弹 对吧 最开始双方民众啊 以色列民众和巴勒斯坦民众 对吧 这个双方冲突 双方过有伤亡的啊 结果以色列以此为借口呢 空袭了巴勒斯坦 当时巴勒斯坦呢 就死了很多人啊 其中还有一个 浑身烧雕的小女孩 哎呀 我看那个图片好吓人啊 我想放上来 其实也不敢往处放 因为我实 我自己看啊 都不忍心看啊 实在是 哎呀 实在是 对吧 所以呢 对吧 白宫的这种发言并不奇怪啊 你看这个 安德鲁杨 杨安泽呀 也站出来 支持以色列了啊 啊 谴责巴勒斯坦呢 对吧 一方面我们说 杨安泽呀 这个台湾裔的 这个华人啊 本身就是这二鬼子 呃 另一方面呢 杨安泽 也代表着美国的 这个 尤其是现在美国执政的 民主党的 拜登政府的 这个主流想法吗 呃 睁着眼睛说瞎话 对吧 没有什么人权不人权的啊 完全是为他们的战略布局考虑的 他们的战略布局是什么呀 把中东的冲突 对吧 搞大 搞起来啊 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这只是个导火索 只是个前菜 后续的话 对吧 包括伊朗啊 土耳其啊 等等 都会卷和起来的 直到把中东的油价抬起来 所以人权不原 人权的呀 从来都是一个 借口 都是一个漂亮的谎言 贵贵阶级呢 还是为了美国的政党的 包括 对吧 美国啊 这个国家的利益 只不过他这个国家的利益呢 是充满了掠夺性的啊 充满了 呃 掠夺性的 那好了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说完了吧 对吧 主要啊 说一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但是主要还是前天那个啊 大前天那个视频啊 哎呀 这个冲突是一定会有的吗 对吧 本指呢 还是要抬高油价啊 因为美国现在国内都已经智障了 通货膨胀 生产停滞 这种情况下 对吧 一定是抬高大宗商品的价格 抬高油价 抬高两价 把全球的通胀推到极端 然后世界各国受不了了 纷纷跟着美国家 啊 纷纷加息 对吧 各国加息锁定流动性 这个时候是各国央行最为虚弱的时候 然后美国还回首再来个加息 那么美元资产败流 对吧 因为大宗商品涨价 各国要买这些大宗商品 就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的 然后他们又加了息 对吧 这个外汇储备持续流出的 然后美元加息 外汇储备 对吧 美元继续回流 这个外汇储备 可能就严重不足了呀 甚至很多国家 这个国内债务就要报的 首先要报的 我看印度啊 印度有1.2万亿的 这个外债啊 占GDP的50% 这个规模是庞大的 我之前和别人啊 私下聊 他们还说这个美国要利用印度 来对抗中国呀 美国不会收割印度 哎呀 这个太荒诞了 对美国现在来说 美国这个经济 对吧 都活了屁股了 哪还有时间管印度啊 更何况美国对盟友 又何时仁慈过呢 更何况呀 把印度收割的越惨 印度越需要美元 它也许啊 会贵的 更低 膝盖的根呢 会深的 更深的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我们下期见